普丁對習近平情話綿綿 中國官媒不只一次細數 兩人三十多次的激情演出 但中央過去的人前手牽手 如今卻變成人後下毒手 英國媒體就揭露 普丁不只私底下痛罵習近平 沒有幫助俄羅斯突破國際制裁 實際上北京還跟著歐美一起補刀 近來俄羅斯部分客機 不只被中國下禁令 路透社也獨家報導 中國國有的中石化集團 已經暫停在俄羅斯的大型投資項目 去年底北京東奧遭國際杯葛 普丁公開聲援之外 還親自參加開幕式給足習近平面子 但三月底兩國外交部長的這場會晤 卻明顯看到中國開始打迷糊仗 拉夫羅夫拉攏中國不成 還碰了一鼻子灰 據傳就因此遭到普丁牽怒 華盛頓郵報也報導 不斷被俄國要求伸出援手 讓中國相當氣憤 中俄口中的堅定友誼 看來不過是各取所需的大國博弈 中俄合作不上限 三天新聞 上次報導 本節目